股票跌到心累怎么办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吉时通 我是安利 我是李欧 台股今天开高走低 很多人就在担心说 这会不会是个起跌点啊 李欧 我想 这个主持人真的非常担心 非常害怕 他真的很害怕说 盘要崩了要跌了 常黑 可是我们的标题是什么 是红包行情 红包行情 我还是要 哪些金牛骨要注意 我怕会发红包啦 对 因为我们看到这台积电 哇 山摇地洞 护博深山地震了 好陡欸 连续跌了好几天 很害怕 怎么办呢 好 先从大盘看起 大盘今天跌多少 跌287点 287点 蛮重的 来到15658点 我直接跟大家报告 结论 这是一个多头整理盘 多头整理盘 多头整理 所谓的多头整理盘 就是说目前整个大盘架构 还是偏多头的 偏多 还是偏多的 它只是涨多 拉回的整理而已 大家仔细观察 前面一月中这一根 爆量长黑K 还有隔天这一根下影线 其实目前台北股市的多头 还稳稳的守在这两根K棒之上 那就代表说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偏强势的 偏强势的 只是短线涨多 拉回整理 休息一下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 休息 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不可能每天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涨不停的 也很可怕 如果指数一直涨 一直涨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你这个中小型骨 都被压抑了 都没有机会了 那我们希望 中小型骨大涨特涨 这才是我们要的 人人有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OTC 上柜指数 其实它就是一个区间的横盘架构 它也守得稳稳的 也守得稳稳的 所以整个盘的架构 大家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但是呢 选择比努力重要 选择真的比努力重要 各股表现 各股表现 如果买到错的股票 就很可悲 就句句了 很可怜 可是你看到大盘 今天大跌287点 接近300点 其实不是只有今天 昨天大盘 开盘就杀了230点 但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大银 大银尾 昨天就拉到快涨停板 当昨天大盘在下刹的时候 它就拉到快涨停板 快涨停板 快涨停 几乎差一档而已 今天大盘跌287点 快300点 它拉到涨停板 而且它是越走越高 还从头锁到尾 从头锁到尾 而且短短4天 只有4天而已 大涨40% 大涨40% 真的夸张 非常非常夸张 你看哦 其实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是之前在12月24号 就跟大家分享了 29号 我们又跟大家分享 到最近 你看开始出现一个 噴出的大涨行情 真的很夸张 很强 全市场的焦点都在这里了 而且市场上很多的节目 都在跟大家分享工具机 可是你仔细看一下其他工具机 有这样子大涨吗 其实没有 完全没有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工具机已经涨上去了 4天40%了 干嘛还追呢 千万不要追 千万不要追 可是你看其他的 包含像5471的松翰 欸 今天掌停板欸 掌停板 而且掌停板鎖很多 鎖一万张 不得了 他今天抱了一个力多 但是松翰他是做MCU 微控制器的 好 其他的你要注意啊 其他还没涨啊 比如说6202 盛群 有沒有 平平的 还在整理 还在整理 会不会整理结束之后 你看像前面这个松翰 也是整理蛮长时间 会不会整理结束之后 就噴了 突然就拉起来了 有可能啊 好 比如说像星唐 他也是做MCU 微控制器的喔 更何况 其他做MCU的 他的这个 设计完的这个晶片 他要投到晶圆代工厂去嘛 哇 可是星唐他自己 就有6寸的晶圆厂了 不用投 不用求别人 我自己就有晶圆厂 因为他跟日本松下 买这个晶圆厂 那他股价也经过横盘整理 在这个支撑点附近 现在位置也蛮低 位置很低嘛 搞不好也有机会啊 可以留意嘛 或者是 包含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嘛 这个 资安产业 302901 去年 前三季赚多少 2.82 那你如果 把这个第四季估进去 以现在价格来看 本益比才 十倍 很便宜耶 现在没有这种了吧 重点是你看股价 相当于在万点之下 平平的都没什么动嘛 所以 同事朋友在这个地方 选择 比努力重要 不要只看到眼前线下的 好像这个大盘跌很多 实际上 你要把眼光放远 启动你梦想存折 你要看到过年之后的行情 过年之后的行情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股民当家的 赖群组里面 12月7号 你看哦 我们帮大家努力 你不想要努力 我们帮大家努力 我们把所有最好的产业讯息 最详细的资讯 都放在群组里面 12月7号 跟大家分享说 miniLED起飞元年 2021年 就是起飞元年嘛 你看后来 融创怎么涨的 六天涨40% 总是很强 很强啊 那我们在1月11号 跟大家分享 决定台湾未来 这个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汉垒 碳化系 淡化加码 六天涨37% 也是很夸张嘛 所以我想 投资朋友可以好好的 到我们股民当家的 LINE群里面 去挖宝 挖宝 里面会有很多东西 值得跟大家一起 做一个分享 所以你看我们影片下方的 这个分享数 都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不想努力的朋友 就赶快把六的LINE Apps和Tail管加起来 财经之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